你 位置在 你这身衣服花多少钱做的 回禀陛下 花了五百关 平日舍不得穿 今日迎接陛下 特意换上 五百关 你知不知道一个农夫农妇 四季繁忙早出晚归 男耕女支 一年下来交完了关税 还完了私债 自己支的布自己都穿不上 你这家伙居然不能理会 农民的辛苦贫寒 一套衣服花上五百关 顶得上农民一家漱口 一年的开销 你厉害 报天天物 被这马上换下 被这马上换下 什么人 广东 乃大明朝南国之门户 朕特派朱将军恶守此地 责任是重大的 所以在场的地方官员们 有什么重大的事情 可以多多征求朱将军的意见 军政和谐发展地方 徐本你说是不是 是 是 本地方一贯支持驻军 及朱将军的要求 很好 陛下 我和徐大人相处一向龙洽 请陛下放心 很好 各位坐吧 谢陛下 郭桓一案 没有涉及广东 所以广东的官员不必紧张 但是朕要杀尽天下贪官的心 是绝对不会动摇的 所以任何官员 包括皇亲国戚 公侯将相 凡是触犯大明律法者 一律绳之以法 朕难得来此一趟 希望大家谨记 朕记得上一次的考核 我和广东称职的官员 比例大大低于广西 是何道理 你们自己好好地想一想 你 位置在 你这身衣服花多少钱做的 回禀陛下 花了五百怪 平日舍不得穿 今日迎接陛下 特意换上 五百怪 你知不知道一个农夫农妇 四季繁忙 早出晚归 男耕女之 一年下来交完了官税 还完了私债 自己织的布自己都穿不上 你这家伙居然不能理会 男耕女之 农民的辛苦贫寒 一套衣服花上五百怪 顶得上农民一家漱口 一年的开销 你厉害 抱田天悟 被枝马上换下 被枝马上换下 什么人哪 韶官支县 陆秉森 小小的支县 不好好穿官服 你还想穿什么衣服 衣服扒下来 免之轰出去 陛下 陛下 请陛下宽恕啊 陛下 走 走 请陛下宽恕啊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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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本你做 谢陛下 你们也一样 自己多多注意 如果朕再听说 有哪些官员 胆敢铺张浪费 穷奢几尺的话 定会追究法办 自己要多多检点 一经查证 一经查证 严惩不淡 末将不敢 有人说 朕是戎马出身 所以从来对熏臣武将 容忍三分网开一面 如果你们是这样想的话 就想错了 在广东 军队是负有特殊任务的 维持地方治安 防守边境 所以就算是出了什么事 也是首先以军队失文 不要以为自己手上握有兵权 就可以为所欲为 朕已经派人编转了一部书 叫大告武臣 朕会亲自替他写序 很快就会发到你们手上 希望大家多多言读 谨守本分 遵旨 是 老爷 该吃药了 老爷 徐大人派人来说 陛下已经到了广东了 太好了 老爷 您怎么站起来了 站着没事 就是这屁股坐下来还疼 就是这里 陛下殿下请坐 好 看来你还没盖个豪宅啊 很好 不像某些人 亮祖不敢 亮祖不敢越迷迟一步 你也不抱怨抱怨 待遇不高啊什么的 回禀陛下 亮祖知足 很好 朕没看错人 坐 亮祖啊 朕想派你出征云南 你意下如何 啊 此乃陛下信任魔将 魔将万死不辞 坐 云南地势险要 一手难攻 朕一直不想用兵 几次派人遭遇 几次被那梁王给拒绝了 还变本加厉 在边境一带 朝降纳畔 自饶挑衅 七眼嚣张 以前想打他还得假到夏国 夏国现在灭了 把宣位普定 这一代也收复了 也该是朝廷出兵讨伐 平定云南的时候 末将对云南熟悉 也已经研究过云南地势 只听陛下一声号令 您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方法进攻云南 陛下请看 末将准备先遣萧将 自永宁直奔菩萨 接下来末将率大军 从陈园进入普定 分局要害 攻克趋境 到时候直倒昆明 最后 兵进大理 其余部落 只要派人诏语就可 不费兵族 好 好 朕判你出兵云南还是很合适的 给你四个月的时间准备 千万不要疏忽大意 遵命 广东一带还是由你来掌管 一边练兵一边保防 防武不可松懈 陛下请放心 陛下这次来呢 既要考察民情 又要解决军情 所以我们决定 明天上午先阅兵 下午去黄埔看一看 遵命 陛下 末将还有一个建议 长 广东地面地势复杂 元人后裔 常怀一心 任用当地官吏 理应提防啊 什么意思啊 例如 潘虞之县道同 视为元旧臣 我知道这个人 他有勾结雇员残匪的嫌疑吗 现在还没有证据 还没有证据就不要随便怀疑 遵命 陛下为何说那些话 是否专有所耻 现在还很难估计 陛下一向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 会不会听到了什么风声 完全有可能 朱将军的事太多了 难免传出去一两件 如果真是冲着朱将军 会不会牵连到我们 都知道 不管怎么说 我们身上没有识啊 不 如果连朱将军都要杀 把我们一勺会了还不简单吗 至少是知情不举啊 徐大人 按陛下的话说 只有道同量的官员才算合格 可是能有几个道同呢 马上通知道同 明日陛下到红浦市场 好 徐大人 您这步有预见 谈什么预见 无论是进是退 都要考虑到这一步 对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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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